你为什么叫黄梅西啊 我觉得黄梅西的唱腔很好 我觉得带练黄梅西的女孩都很漂亮 如果我好好练会不会也很漂亮呢 你觉得舞台很漂亮 就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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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了玩玩 就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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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就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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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就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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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入海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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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 七十 朝見 八娘 朝日 戰鬧 水艙 天日 日 日 夜 紅羊 只能握著你手 啊 古葬芳 今天说吧 今天觉得发挥的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挺好的 是你发挥的挺好的 还是你搭档发挥的挺好的 我们两个都可好 都可好了是吧 自己满意就好 对吧 这个两个人有非常大的变化 角色上面形象上面 有非常大的变化 三位老师 这两个孩子呢 我感觉今天唱的 没有你白色传唱的好 真的我说的 因为啥呢 这个奶奶 李奶奶是长相遇老师的代表作 你这个胸腔音缺了一点 你还是同音 按照胡奶奶那个要求 要你那种胸腔顾鸣 要那种唤醒 那种声调呢 我相信将来肯定能做到 现在孩子嘛 没有那么大的肺活量 非常欣赏你们这样子的表演 希望你们坚持 你想想 他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你要让他演出那个年代 那个悲壮的这个东西 确实难为他们 而且今天小铁门 我觉得好像从唱上 可不是 是不是因为唱腔比较高啊 像最后唱腔比较高 有些音准 好像似乎是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李奶奶的音准 是没有问题的 下来再注意一下 好不好 今天有点悬 老师们的这个评价不是很高 来 我们三盏绿灯可以进行 有请 胡老师 一盏绿灯 张老师 红灯 红灯 红灯系啊 非常遗憾 这这个红灯就表示 对对对 不能再继续了 对 但是不代表你们今天表现得不好 你们今天表现得挺好的 对 好吗 来 两位跟老师们告别吧 好不好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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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不是你现在的问题 是还是还年纪太小了 ors каче 胡老师都站起来 胡奶奶 wraidez 这对八素的小学生演绎着自己并不熟悉的人物 却能活灵活现实属难得 今天虽有小小的失误弥害离场 但我们相信市区的独生不灭 我是毛若涵 我今年七岁了 我喜欢唱歌 跳舞 钢琴 还有乐剧 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公主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有一双翅膀 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 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马上要上台了 我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我是另一小公主 你们肯定会喜欢我的 我一个人跳舞 大一大小的小狗 我一个人跳舞 大一大小的小狗 dj me n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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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些事都起念 因此我被做最大遇望 千里咱比起我天啊 苦痛的悄悍 心里到他自己遇望 我与他当我学习 我与他比较笑容呀 我与他在这个场面 一起爱我呀 这书记者 才一秒他不 以来变回到 我临着词 也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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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两两发过气 去逍遥远的心 我与他都在去 与张嘴 最似佛名 你与起 天年都已 牛里下着绷的鞋子 我与我与他都在去 与他与他与他 大力料袍 好 谢谢 小猫同学 您好 您几岁了 我现在七岁了 那你是不是经常坐着动车 到处去演出 是这样的 你有一个梦想是吗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 有一双翅膀 可以像小鸟一样 自由地飞翔 为什么一定要飞起来 飞起来可以 不用走路 而且我也讨厌坐高铁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演出 每次都要坐 高铁也不用花钱 你要花钱吗 买车票 买车票 你是一米二有吗 现在 七岁应该超过一米二了 有一米二 所以就是要买车 要买车票 连这个省钱都想到了 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的演出啊 我喜欢演出 可以在台上锻炼自我 都是参加什么样的演出呢 有些是乐举 以前是走模特 模特啊 还走模特啊 你才艺表演不是走模特吧 不行 那你走两步我们看看好不好 走模特走两步看看是什么样的 我们给演音乐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好老道哦 我觉得 谁教你这样走啊 老师教你这样走啊 挺棒啊 挺棒挺棒挺棒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最后有一段表演 不是在地上要做好多技巧吗 对不对 这个什么意思啊 它 为什么 它要在地上做那么多技巧 因为有一条鱼 它要拔掉鱼鳞 一条鱼要拔掉鱼鳞 鱼为什么要拔掉鱼鳞 因为它想变成一个人 它想变成一个人 你这样说 我心里面就很舒服 要不然我会特别难过 我特别怕你不理解那一段表演 只是因为别人对你要求你这样演 很棒很棒 我们来听听看三位老师的演评 来 有请 我觉得 有的时候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看孩子身上 到底有没有艺术细胞 而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是完全具备的 从他的形体到他的演唱 包括刚刚我们问了 他剧情知道 所以他在剧中 他表现出来 他带出来的感情是对的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 就是说 你家里需要你去挣钱吗 还是只是为了锻炼你 锻炼 只是为了锻炼你 这样我就心里舒服多了 因为毕竟我觉得从小 尤其如果想干这行 我觉得文化底蕴是更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 都是传统的东西 更要了解历史 所以学习一定要好 记得 一定不要把学习丢掉 唯一的一个不足 咱们刚才那个技巧 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非常好 就是那个涮腰 他一直斜着在一面 那如果说 老师回去可以稍微给他纠正一下 因为长期这样练 对孩子的腰椎什么的都不太好 容易影响到大了 他的脊椎的生长 就这一点 胡老师 今天呢 我感觉其他都很好 唯一的就是声音弱了一点 还真是不错 是个唱戏的披子 周老师 看得很舒服 你演得不错 也就是唱呢 对于你来说呢 弱了一点 其他的都不错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段 才艺展示的部分 跳舞 跳舞 好 来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